那我的平均電壓 平均電壓是110伏特 也就是說其實最大電壓是比110伏特來的大是來的小 來的大嘛 因為有一些地方是沒有電壓的嘛 好 是不是 所以我們給你的平均電壓是110伏特喔 那這樣子的話 另外一條火線呢 各位 我為了控制我能夠220 那我要怎麼辦 我如果做跟它相同的形狀 請問這兩條電線把它接起來是幾伏特 0伏特耶 為什麼0伏特 沒有電位差啊 這邊最大的時候遇到最大 是不是兩個就抵銷了 所以我必須怎麼傳過來才好 我必須怎麼傳過來才好 你覺得我要怎麼傳過來才好 是不是要相反 是不是要相反形成這樣子的現象 那這樣子的話 這裡的平均電壓也是110伏特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兩個的電位差有沒有 假設平均電壓是在這裡 那這樣子這兩個之間的電位差有沒有 一陣 哇這個應該要畫在負的地方好了 一個就畫在負的 好不好 這兩個的電量才會達到幾伏特 才會達到220伏特 才會達到220伏特 一陣一負它才會達到220伏特 所以它兩個的過來是性能這樣子 那這樣子如果我要 接到我們家裡面要用的時候 來我們會怎麼用 來家裡如果是2孔的 2孔的 2孔的話你會怎麼用 來我假設一個這樣子一個這樣子 通常比較粗的我會接地線 比較細的我會接火線 就性能這樣的現象 那這樣這個是幾伏特 110伏特 110伏特 這樣有沒有問題 如果是3孔的呢 我們3孔的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 那這樣子我把地線就接在這裡 然後呢 這邊一個火線就接在這裡 這邊一個火線就接在這裡 這樣子的話它就變成幾伏特 220伏特 就性能這樣的現象 就性能這樣的現象 所以這是家庭電器的電源 就會形成這樣的現象 那一般如果你把你家的那個什麼 插座把它搬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裡面會有電線 通常火線我們會給它什麼顏色 紅色 或者什麼色 黑色 那地線的通常是什麼顏色 通常是白色 就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呢你要特別把它弄清楚 那因為有這個地線 所以呢有些怎麼樣 我們去這樣子做的時候 它會有 110伏特的情況嘛 那這地線同時還可以做一個動作 假設比如說好了 你家的洗衣機 各位你家洗衣機裡面是要用什麼去水 用什麼去洗這個衣服 水嘛 水會不會倒電 會 你媽媽有沒有去洗衣服的時候被電到 沒有 沒有嘛 是不是 會死 這時候怎麼辦 為什麼不會電到 因為我們的 什麼 我們的 像 風碗機 像洗衣機 它都有一條線接到地面 把多餘的電把它 導出去 這樣子 你就不會被電到的 因為你本身有電阻嘛 你導線接過去電阻是幾乎趨勁於零 如果你是電流你要走 那條線還是走你的身體 但走那條線啊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呢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要把它弄清楚喔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我們就來CUT 就來CUT 好 一般家庭的用電的電源線 共有三條 活線 中心線 跟你的什麼 跟你的活線 那這個一個是正的110V 這裡呢是負的110V 那這樣子正來回 它的電位差才會是220V 而且你要記住 我們這個的電壓 110V 給你的是平均 平均電壓 給你的是平均電壓 好啦 那第二個呢 我們看電源線的種類 電源線的種類呢 有中性線 中性線 或者把它稱為地線 通常是什麼顏色 通常是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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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危險性 沒有危險性喔 那你的活線呢 活線又把它叫做火線 通常為什麼顏色 通常為黑色 通常它是黑色 或者什麼顏色 或者是紅色喔 通常它是黑色 或者是紅色 有沒有危險性 有危險性 你的活線喔 或稱火線 通常為黑色 或者是紅色 它有危險性 好 第三個呢 配電 我們說配電的話呢 A C之間 或者B C之間喔 這是A 這是C 這是B喔 A C間 或者B C間 是幾伏特 110伏特 它是110伏特 A C間或者B間 是110伏特 而AB之間呢 AB之間 110跟110 震的110 跟負的110 之間是幾伏特 220伏特 它是220伏特 好 第二個呢 我們說 電力公司的三條電線 經過配電盤之後 依所需配成110伏特 或者220伏特的電源 再接到插座 再接到你的插座裡面 再把它接到插座裡面 好 那你的插座呢 有兩孔的 兩孔的是110伏特喔 兩孔的是110伏特 通常短縫的是火線 短縫的是火線喔 長縫的是地線 但以實際配置可能有所不同 你可以拿一個那個手電 不是手電筒 就是拿一個那個什麼 拿那個一個側的 把它插進去 那你插進去的話 它如果電燈有亮 就代表是怎麼樣 代表它是什麼線 火線 那如果沒有亮就是地線 有一個那種 螺絲起子 上面有一個電燈的 它可以側有沒有電 那三孔的呢 有一種三孔的是110伏特 像你的電腦用那三孔 可是多那一孔多麻煩嘛 是不是 要把它拔掉 你又有的時候不太想拔掉 有沒有就去買一個轉接頭 去把它插上去 多麻煩 多加一孔來接地 避免漏電造成觸電 通常電腦會多張那條線 可是實際上有沒有用 如果你家的插座是兩孔的 根本沒有用啊 你家的插座是兩孔的 沒有用 本來那條線就沒有作用了啊 那只是做得漂亮而已 好不好 那有些可能會有喔 可能人家住豪宅的 他們就會有 他們家的就會有這種 好 那三孔呢 220伏特 那兩孔 來接火線 另外一孔來接地線 兩孔來接火線 那另外一孔來接地線 所以你可以看 旁邊嘛 他說有一個觸電 觸電人接觸到火線 那人跟地面也有通路的時候 電源會經由人體到地面 而產生觸電的感覺 那噴到中心線 因為沒有 電位差 即使有通路也不會觸電 這個上面的話 它其實就怎麼樣 我們在外面的殼 這是外面的殼 我們會接地 接地 接地 那這裡面呢 我們電源接過去 0 110 會接到這裡面 可是接到這裡面的時候 因為電線還是有噴出 或者說裡面還是會有接觸到 所以它有時候電會藉由這邊漏出來 像你們家的烘碗機 烘碗機就會漏電 像以前我們家的烘碗機 萬計把它做接地 我想說也不用接地 那有一次師母去那邊 洗碗之後放進去被電到 那一天我被罵得差點半死 後來我就把它接地接上去 那就不會出電了 我就說你看不會不會 那師母要摸我就趕快把接地拔起來 又電到了 沒有啦 我不是這種人 好不好 好啦 所以你要記得把它接地一下 接地就不會觸電了 好不好 外殼通常會把它做接地 做接地的動作